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道颠覆了传统的创新版爽口凉面 风格与众不同 外观漂亮 口味清爽鲜美 制作爽口凉面需要准备的主料有 加了简的切面 補料有薄荷叶 杭椒 咸菜丝 调料有南乳 绿芥 酱油 醋 大蒜 料酒等 就吃爽口凉面了 而且闻着薄荷味我觉得就已经挺舒服的了 对 这是薄荷的特点 凉面是夏天必吃的东西 然后做的这凉面是以薄荷叶为主 是一款既传统又创新的这么一个爽口凉面 我们就为了您看得清楚一点 我们是咱边做边说 好 我们先拿一块熟食板 把薄荷叶量很大 对啊 煎出来 需要用这么多吗 对 放在案板上 因为我们要拿它为主料来调个汁 有现成的老咸菜 加上点老咸菜 老咸菜就是 就是什么咸菜啊 这老咸菜是不是 是图语 这图语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经过腌制一栋鲜的咸菜 去年秋天的咸菜 我们哥刚里腌了 腌了我们现在才吃的咸菜叫咸菜 哎呀 您说的这个 叫老咸菜 都是就是家里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有情调的人 自己腌咸菜 自己种薄荷 这是现在讲的情调 那过去是家家必干的事 不是 薄荷自己种是没问题 老咸菜是不是买一点 那个叫类似麻热金丝什么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太讲究了 就芥菜丝也行 对 我们再摘几颗辣椒 紧跟着 我们就把它 摘几颗 您现在怎么全都是自己来了 这也是你家种的是吧 我实在 那个讲咱们的几下东西配在一起 实际上它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叫什么样 复合酱 哦 这才是说的 哎呀 既有传统又有创新 开始咱们说过 明白了 对 我们把辣椒先给它切一下 我们把这三样东西搁一块 给它剁开了 小辣椒 绿辣椒 薄荷叶和 咸菜丝 对 给它剁在一起 呀 真香 对 这么给它剁起来 这会儿的薄荷的味道是很浓郁的 而且能够压住那个辣椒的辣 它这个是辣椒的 肯定是辛辣的 咱们这季节吃辣椒是热的 然后大量的薄荷进去了呢 就凉下来 吃个平了 对 这个是您早就知道的这个薄荷酱是吧 这个我们从小就吃这个 您怎么没吃过 咱俩都是北京的对不对 主要是你是北京城里边的孩子 城里孩子日子过得真苦 这么好吃东西都没吃过 真的很香这个味道 我们把它剁碎 可以装满 直接给它装在碗里边 我们现在再调个汁 我在想 已经有薄荷和辣椒和咸菜了 说实在的 这三样东西的味道各自都挺冲的了 这个汁会是用什么东西 天呐 那我们就将冲进行到底 天呐 我没有看错 这绿芥末吗 对 我崴起了 这勺子一勺筋的 这就是绿芥末 我还看见了一样东西除了绿芥末 对 对 就是这东西 来我们先一步一步说 我们把这绿芥末 这量一定要行 就是拿勺子有这么一勺筋就可以了 放在这个碗里边 放在雪纯 这其实发呆的是什么 南乳 也就是什么呀 白豆腐乳 把它放在一起 依师傅 请问这个南乳加上芥末的组合 是您自己的空穴来风 对不对 对 我们把这块那个腐乳加蒂吧 给它扬开之后 倒少许的酱油 还奇怪 我现在无限的好奇 你是就怎么就想明白这两个东西 尝出来的 我知道了 你说每天把各种东西搁在一起 在嘴里尝尝味 是不是 我看了 这雪纯认为我每天的过就是吃 整个一吃货 那您说是不是当厨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得对味觉的搭配特别敏感 实际上他说这个尝出来呢 也有一定的道理 就像说今天我们这个煮乳为什么要跟蒂姆一块儿搭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蒂姆是什么味道 有点辛辣的味道 对呀 微甜 但我们用量不大 跟薄荷配在一起 它既有清香微甜的味道 又有一点点辛辣的味道 这都是没问题的 在一块儿配 所以我理解就是在这个汁里呢 南乳是跟老咸菜一组的 是对应的 这正好对 然后绿色的芥末跟绿色的薄荷是一组的 我们这都不是说是分子吃 就是我们还要中和的 明白了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绿芥末加南乳加酱油味的馅开之后呢 来两勺醋 天哪 这凉面怎么能离开的了醋呢 所以醋很关键 加完醋之后 我们再加这么大的勺 凉面的糖量一定要稍微大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糖在里边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就比如说吃起的时候 它会否一定要微甜 微甜的时候配成它清晃的味道 所以糖在这里边是起作用的 调均之后倒入到我们的 刚才剁的那个 那个薄荷酱里 对 是不是这才真的成了一个所谓的薄荷酱 薄荷凉面汁 凉面汁 最好加入蒜就成了 吃这种面条也是特别开胃啊 对 但今天这个真的是很别致 今天就是既有传统的这个调料的底子 又有于是不自己发明的一些口味 这就是 值得尝试 在传统中创新 今天我们就是做了一期这样的 现在最好把香油加入 我们把调好的汁呢放在一边 下面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什么呀 我们来删凉面 爽口凉面重点步骤一 制作凉面汁 您记住它们的量 30克薄荷叶 15克咸菜丝和4根杭椒 一起剁碎 一小勺绿芥 一块南乳 用鲜酱油卸开 加两勺醋 一大勺白糖 调匀后 与切碎的薄荷咸菜混在一起 加蒜末和香油 这样一款独具风格的凉面汁就做好了 下面一步就是要山凉面了 山凉面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面条选的是一般的刀切面还是 我们今天的面条呢也要讲究 这个面条呢是加过碱子 大多窗外凉面里面是加碱子 这种面条哪都能买着吗 市场上有卖的 如果您也可以用 不用加碱子 然后是那个 一定要用什么 用鸡公面 就是用机器压出来的面 机器 明白了 大多是拿它做凉面 烧水煮面条 把面条先煮了 好 那咱们拿一个盆一会儿 捞面对不对 您要面盛出来搁哪 一会儿面盛出来 我们直接就搁在案板上 搁案板上 我们这个 搁案板上 对 然后我说一下这煮面 这个煮凉面是有个特点 我们要给它煮到什么 断生就可以 就是说不用煮的太烂糊涂 对 太烂了之后口感就不好了 吃起来就不利了 好 我们锅开了之后 点一点凉水 将它打下去 煮面条的时候 这个动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刚才我们看 雪晨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 刚才开锅的时候 我们都看不见面了 它整个就淤起来了 锅处于容颜在肺的状态 面条表面的这些淀粉 就一下就给冲下来了 越冲你多越冲你多 我们煮完的这面汤 就会特别的混 为什么 它对冲上的面粉 淀粉全融到的水里边了 到这会儿我们加凉水 看锅又不开了 把这水打压下去了 它就不会利用翻滚来 冲上这个面条的表面 这样煮出来的汤 汤比较轻 其次面成熟的也比较快 明白了 到这会儿 这个面条就接近断生了 断生也叫什么 八成熟能吃了 口感又很利落了 到这会儿我们关火 凉面就得吃这样了吗 对 关火 好 关火直接不捞在盆里边 捞在案板上 将面条 直接用漏勺漏出来 搁在这个案板上 到这会儿用点熟油 用点熟油或者色拉油 先拌它一下 倒上拌一拌 防止粘连 到这会儿 雪山就得干活了 干嘛 拿上你的八九扇 给我扇凉面 这不是我的这儿猪八戒 来来来 我用筷子来挑 挑动面条 扇面 对 不扇火 是扇凉面 对 雪春那边赶快把面条 给我扇凉 这就是 那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制作凉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环节 叫扇凉面 这扇出来的凉面 跟我们过完凉水的凉面 是完全不一样 面条煮的时候 是八成的时候 叫断生 现在我调起来雪春快速的扇 行行行行 在扇制的过程当中 面条很快就冷却了 保证它是够筋的 而且我们在扇制当中 它面条冷却了 又加了一点油 它另一个就不粘连了 如果不加这点油 就这么扇凉了 它还是 对 它还是稍微有点粘 稍微加一点油 明白了 看现在的凉面放在这案子上 已经有这种弹性了 面条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这个 有点意思 汁也做好了 凉面也伤好了 下一步环节就是很重要的环节 拌面 拌面吃面 对 将这个凉面放入盆中 你吃多少 吃多少我一半堆 我一半堆我吃多少 行 行 看看您给多少 将我们调好的这个凉面汁 加入 好 这会儿均匀地给它拌开 太期待这个酱了 好 这酱太令人好奇了 拌开之后呢 将这个凉面 给它放到这个盘子当中 我们秀气点 用盘子吃 嗯 哎呀好 你怎么知道现在我用筷子 我也太贴心了 来 我这筷子本来是拿着 你想吃没点用的 给它扒下来 装上一盘 最后变成了贴心也行吗 嗯 哎呀这就行了 到这会儿千万别动啊 哦不对 我们还要给它呢 加上最后一件 发龙点睛的东西 把薄荷叶子 难道是要炸薄荷叶 对 薄荷叶炸出来之后 它的酥香的感觉太棒了 尤其配良面吃 云南专门有一道菜 就是酥炸薄荷叶子 对 所以说呀 今天将美味进行到底 太豪华了吧 油温达到五六成热的时候 我们将薄荷叶撒入 所以油温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 叶子一下子就焦了 是不是 对 它里边有水 擦干一点就好了 你来专业一点 拿那种大长筷子 就是火锅的那个 嗯 站在两米开外 哈哈 两米开外是做饭的 从马蜂窝的 嗯 不是安全利益吗 啊 好嘞 将炸好的这个酥薄荷叶 怎么就叫炸好了呀 什么样就 来 来我们看一下锅里边啊 颜色变了 又不是刚才那种翠绿了 嗯 深绿了 然后拿起一颗有冲透感了 这个薄荷叶呢 就炸好了 嗯 好 我们把薄荷叶 你头放这 所以你看薄荷叶 再没经过任何加工 完全纯新鲜的叶子 是做了我们的薄荷酱了 嗯 最后再点缀了一个 这 深度加工的 可以了 炸制的这个叶子 酥薄荷叶 这道清新爽口的凉面 制作方法是这样的 第一 将薄荷叶 咸菜丝和青椒一起剁碎 少许绿芥与一块南乳 用鲜酱油卸开 加两勺醋 一大勺白糖 调匀后 与切碎的薄荷咸菜混在一起 加蒜末和香油 制成凉面汁 第二 选用加减的切面 下水煮到断生 放案板上 倒少许色拉油 用扇子删凉 盛入容器中 根据自己喜好 淋上凉面汁 均匀调半开 第三 薄荷叶 斩干水分 在油温达到五六成热的时候 放入炸酥 最后撒在凉面上即可 一边山谱上 对 吃着凉面 太享受了 今天为什么不够热呢 我觉得 今天还挺凉快的 真是不过瘾 等到气温特别高的时候 大家享受一下 尤其享受这个小作坊的 这个古法制作的过程 也很有意思 说到古法 我们今天那个锦囊 也是一个用古代方法炮制的 对 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呀 古法冬瓜茶 很好喝 天天锦囊 今天教大家制作一道 最佳解造消肿的养生饮品 古法冬瓜茶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冬瓜 黄板糖 和红糖 做法特别简单 锅中放入清水 加300克黄板糖 和等量的去了皮的冬瓜丁 另外再加50克红糖 大火烧开 让质地比较坚硬的黄板糖 慢慢融化 最后小火熬至40分钟 冬瓜有清热解毒 美白曲斑的功效 而黄板糖是甘蔗炸完白糖的 半成品 甜度比较低 最后加的那一点红糖 是为了让颜色更漂亮 味道也更浓郁一些 40分钟过后 一款简单易学 健康养生的古法冬瓜茶 就大功告成了 您也尝试着做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